2022全国诱施青年杯花莲区HLB3对3篮球斗牛赛 27号上午在花莲高宫活动中心仍要开打了 有100多位的篮球好手同场较劲 赛成分4组在预赛以及决赛后 各组冠军将代表花莲参加移花北北基北区的复赛 在获胜队伍将参加10月的台北市全国赛 期盼为花莲夺下佳击 2022全国诱施青年杯花莲区HLB3对3篮球斗牛赛 27日上午在花莲高宫活动中心热闹开打 100多位篮球好手同场竞技 赛成分成4组 各组冠军将代表花莲参加移花北北基北区复赛 在获胜队伍10月将前往台北市参加全国赛 花莲市长魏嘉贤与花莲市民代表会副主席李政伟 及HGBA会长陈德凡 代表杰出校友进行开幕示范赛 为赛事揭开序幕 花莲市公所也支持这个赛事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青年朋友 如果能够在这场赛事脱颖而出的话 也会到全国赛去 那我们更希望有更多花莲的孩子们 都能够喜欢上篮球 也有各种不同的挑战方式 那在这几年 其实花莲市公所也逐步的整理 花莲市境内的几个篮球场 也让它变得适合又安全的一个场地 那接着就是中山风雨球场号 未来我们希望落成之后 能够提供给孩子 有更多运动的一个选择 可以避免掉烈日 还有大雨小雨的一个状况 那还有我们几个部落聚会所的主人们 也有提出 未来能够在部落聚会所里面 有一些篮球设施 这都是我们未来会推动篮球的方向 那也希望更多的孩子们 更多的朋友们 能够在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 都能够在我们的场地来使用 来运动 除了花莲在地学子参加 包含在外除学花莲子弟 也趁着暑假回来禁忌 最后大专男子主冠军是慈季大学 大专女子主冠军是台北市立大学 高中职男子主冠军是地主队 花莲高宫 高中职女子主冠军是四维高中 主办单位住国团花莲县团委会 另外颁发创意对名奖 及创意对福奖 只判以求会友 在疫情之际透过运动强健体魄 也代表花莲进军全国赛争取夹击 记者长帮演 花莲师报导